今天我们继续讲Thread Pro Executor 在上几课当中呢 我们跟大家去详细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 它的七大参数 你把这个七大参数 一定要比较深刻的理解 然后再对照到 我们第一季讲的 现成吃的一个原理 去理解它 然后你会发现 和我们之前的设计 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 然后它呢 在后面的很多的应用当中呢 都有试炼的 因为现成吃嘛 它就肯定涉及到那几个参数 原理其实都是通的 不管谁去写 那都差不多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 只不过是有些人写的好 有些人写的不好而已 那好 我们这边来再看一下 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包括我们提交任务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 经常出现的一些疑惑 这边叫task吧 就是让它去真正的做工作 前两天呢 有个同事 他写了个 他写了个东西 写完之后呢 他其实就想 并发的去执行某一个任务 他就用到了这个executor 就是threadexecutor这个东西 他用到之后呢 他执行完了之后呢 就想了这个程序 它会退出 对吧 但是他发现这个程序 并没有退出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 同样我们也去使用这个executor 就是这种购到函数的 到后面我们再去用 它工厂的方式 比如说这边我们是 一个核心线程 我们把它改成10个 然后这边最大的人 我们就给它20个 它的这个 去检查 有A到的 就是有空前线程 去回收的这个时间 还是30秒 OK 就这么创建一个 这样的一个限制池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 让它去 并发的去执行 10个或者是20个这样的任务 20个吧 stream. 然后呢 range 0到20 boost for each 然后这边我们就把它 起交过来就行 i 然后呢 execute service sub excuse 然后这边 我们让它进来 就是让它休眠就行 点 sleep 10秒吧 这个其实是可以省略的啊 那这个 这个也可以省略 这个也可以省略 好 OK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 啊 限制池 然后我们同时并发去 提交了这么多的任务 啊 out thread current 这是由哪个线程去 为它服务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的编号 打印出来 finish 好 它 一个循环啊 把这东西全部提交出来 交给我们的for each的 什么consumer 对不对 就java吧里面的啊 consumer 好 提交完 我们运行一下 你一般写 啊 定义先持 定义先持啊 让它批量的去处理某个任务 好 就是用excuse方法 OK 啊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 全部把这些任务执行结束 19个啊 19个差不多 可以 我们这是不包含这个 不包含右边的 对不对 range嘛 好 做完了 工作做完了 啊 所有的工作做完 做完之后呢 但是 它 你会发现这个程序没有停 然后它就分析了 它就开始 下分析了 然后它就 首先在 当然它在linux下面啊 它下分析了 然后它分析的时候 我看一下我的版本 1.8 拿到了 这个 然后呢 6060 然后它是 6060 是6060 6064 它就开始分析了 你这程序 它就给别人分析了 你这程序可能在哪 死锁了 什么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其实就是瞎扯 对不对 为什么会 怎么可能会死锁呢 你用的是线程 线程池呀 那线程池里面的线程 要达到复用啊 所以那个线程 它永远不会死 对不对 它永远不可能死 也就是说你这个 你在这个application里面 也就是在我们 它启动的这个application里面 你会发现 你的线程 你的这个application 永远不会停 为什么不会停呢 因为有活着的线程 对不对 有active的线程 所以它不会停 这个我们也是在 第一季的课程中 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 去听 那怎么让它去停下来呢 怎么让它去停下来呢 那 我们先手动让它停了 你就可以去调它的 shadow方法 你发现没 它有两个 一个shadow 一个shadow no 那shadow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慢慢去看一下 刚才再跟大家说一下 你的excuse的方法 是一个非阻塞式方法 调用了会立即返回 并不会说是block数 那这边同样来看一下 over 然后呢 看shadow是不是一个 非阻塞式的方法 诶 over了 但是 但是 你想要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因为它很明显是一个 非阻塞式方法 也就是你想让它把 这个批量的任务 全部执行 结束之后 就通过线程驰这种方式 把它全部执行 结束之后 你到这边呢 要去统一 进行另外的一部分工作 对吧 你可能要执行下一个代码的单元 但是你发现它是个非阻塞式的 也就是说它这里面的工作 现成还没有结束 你这边去执行 是不是有问题 对吧 也就是意味着 我这个shadow方法 并没有阻塞住它 那shadow干了个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圆码 shadow 我们到这里面来看 it's cute 它真的方法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it's cute shadow shadow 然后呢 大家看 里面有一个 interruptededworks 好 interruptedworks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方法 interrupt 对吧 也就是说 其他的几个县程还在wait 在等任务 对吧 空闲的 然后就把它 怎么了 就把它标记了 interrupted 那工作的县程呢 就要等到它 把工作全部做完 才会 才会去释放它 对吧 也就是说 举个 举个例子啊 就这样 比如说我现在有20个县程 在我工作 在此时此刻呢 只有10个县程 是工作的 但是我县程池里还有10个是什么 headle 对吧 然后呢 我调了shadow方法 然后它结果变成什么了 这20个县程 它全部 interrupt了 对吧 interrupt了 那 a 斗的这10个县程 will 推出了 也就是这10个县程已经 就推出了 那剩下的10个县程呢 等着结束它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方法 它并不是说 是阻塞的 它是非阻塞的 那你想完成 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requirements 就是我 批量提交一部分工作之后呢 我要等到他们把 所有的工作做完之后呢 我再去 执行一个创新的任务 也就是我的 并行化结束之后 想要创新化 那怎么去办 那就要这样子 executor await 然后呢 我期望你 给你最大的一个时间 是一个小时 当然 你也可以 在一个小时之 之内完成 对吧 之内完成 那就提前退出了 OK 这种东西 我们在第一季的 第二季 我们都有设计过 对不对 而且我们自己 也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 包括说 thread service 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 并发任务 执行结束之后 才会去输出 over这一句话呢 我debug了 不好意思 我等你一个小时 但是我不会老老实实 等你一个小时 我是要等到你 你多久结束 那我就 那我就统一退出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会说是你都结束了 然后我还要等 对吧 这个我们 这种理念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 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在第一季 第二季课程中 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具体的实现方式 我们都有实现过 好 这他就彻底下 这他就彻底了 这他就彻底over了 还有一个方法 叫shadow now 我们来看一下 shadow now 然后呢我们这边 不await了 不await了 你shadow now 有个返回值 shadow是没有返回值的 我们还是到这边来看一下他的shadow方法 shadow是word 他是有个什么 list reable 什么意思呢 attempts to stop all active execute tasks hold the process of waiting task and return the list of the tasks that were awaiting execute 什么意思呢 然后this task 这个是排杆的意思 drone就是remove 他加了个就是remove from task queen abon return from this master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前面这个 我们是shadow的一个分析 对吧 shadow的分析 这个 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 假设你有20个 线程 对吧 最大可能有10个线程 对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 12线程 然后 就说我的核心线程是10个 然后呢 我的对列 quiz 的大小是10个 好 我现在有10个呢 正在 rowning 有10 因为我提交了20个中 10个 stall block 对吧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现状 那他掉了shadow 方法之后呢 他会干什么 第一个 他会给你 return一个list 那这个return的list里面是什么东西 就是quiz里面的东西 就是说 还有这10个 我没有帮你处理完 不好意思 还有这10个 还有10个没有处理完 对吧 有10个没帮你处理完 但是 紧接着呢 我会 我会把你的前面的10个怎么了 处理完 still work for the arrible by 对吧 就call线程 处理的这些 我会继续去处理 对吧 但是这些我就会给你返回 那他是不是立即返回的呢 他也不是立即 他也是立即返回的 他也不会去阻塞住 我们来看一下 ronibos 我们把ronibos打出来 这个名字我们叫ronibolis 就是onhandle 就是没有被处理的 这是我的 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把异常直接怎么了 抛给这边了 就是说你 调这个方法中段的时候 出现了异常 直接怎么了 抛给他了 就抛给jvm了 所以我们这边 把它try一下 让他over一下 先over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面的任务 让他多休眠一会儿 休眠20秒 ok ok 他把所有的线程都打断了 他为什么能够打断 而立即返回呢 打断立即返回 其实他掉了interrupt这个方法 然后让他立即返回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干了什么 有个sleep 他捕获到了个什么 中段信号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边写的 是有点问题的 有点问题的 我们把这个 输出 我们这个输出 把这个输出拿出来 不要用funnel里 把这句话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over这个size 我们是提交了20个对不对 哎 一个 他只返回了一个 其他他都 他都 他都完成了吗 杀当闹 他只返回了一个 看一下啊 我们这是10个20个 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会有 啊 我们这个有问题啊 这个就是放了一个 确实是一个 因为我们的queak里面怎么了 queak里面确实只有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queak改大一点 这个queak改大一点 而他怎么输出了两个 这样的一个over 啊 这边啊 一个over 好 10个吧 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提交了10个任务 他10个正在执行 然后有10个放到怎么 放到这个queak里面去了 对不对 然后他首先一个interrupt 首先一个interrupt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是写反了 我们是先让 eado 先让这个 waiting to finish the work 先执行他 这是第一个步骤 先让他执行 然后呢 interrupt 所有的都interrupt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所有的线程 因为interrupt 就是你执行结束之后 你就变成ado了嘛 对不对 然后interrupt 所有线程全部推出 有时候他先结论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再看一下代码 原代码 可以啊 还是看他这里面的啥当道吧 check interrupt 什么advanced wrong state stop 然后这边 排杆 它先是 它首先是打断 所有的线程 就直接先打断 所有的线程 然后再怎么排干啊 这个quing 把这个quing task呢 就返回给你 对吧 然后最后呢 他再try terminant tryterminant 那怕他这个是不是running啊 等等的 看 interrupt works 然后 再去尝试一下 他发现 你怎么了 没有被打断 他还会去帮你打断一下 那我们再 往前面的开始 他打断所有的这个 识别掉的刚才那个方法 work interrupt if started 如果你started了 然后就会把你怎么了 中断 对不对 那我们 看一下他 他先 他只打断了什么 advanced works 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 边做边总结 首先呢 他这个打断 打断谁 advanced 还是识 识 是intraps的 先把你空前的打断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有十个在工作 那十个呢 会立即 会立即干什么 就结束了 然后 然后呢 un shut down hawk for schedule 什么thread 这个是schedule的 就不管了 hawks 比如他这个就可以确保 advanced wrong states advanced wrong states wrong states 这个对比 到后面我们再去 去跟他去讲圆码 那他的过程 大概是上次过程 就第四季 我们会去讲圆码 你现在不去展开讲 因为这个县城池的这个原段码要比前面我们去讲讲的那个utils的原码简单太多了啊 简单很多 你顺着读啊 很很流畅去读下来的 那有十个工作的县城 然后继续工作 然后有十个呢 去打断了他空前的这个县城 然后呢 所有的县城退出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是首先返回这个list 然后呢 打断所有的 就是有十个你现在在quake里面的 我把你排杆放出来 然后紧接着呢 我打断你所有的县城 在这个pool里面的县城 那为什么会刚才刷出了一堆 这种堆战信息呢 就是因为 被你的interrupt的这个exception 捕获到了 所以他属住的 如果你把这个ignore掉了 你肯定就看不到了 就这些知识点 我们是在 第一季的课程都有过介绍 看不到了吧 看不到 所以说 写这两个方法的时候要注意啊 前两天我还在群里有个人 讨论他说 我写这个sadun 是不是很危险 就是我要结束写 sadun到是不是很危险 其实真的是挺危险的 如果你里面 有wait啊 sleep啊 或者说是有一些lock的 lock啊 或者说一些condition的signal 这样的一些 肯定是 肯定是 不合理的 就是说你当前工作的先生 他不会去确保 他直接就给你退出了 对吧 他就会直接退出了 那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工作任务 他没有这种 interrupt exception 可供你补货 text tabout 那名字起的不好 excuse long time task 长时间的这个task 我们就把这个里面的考过来 还是继续考他 比如说我这里面10个 对不对 这里面20个 也就是我最大的理论的 可以提交30个任务吧 是吧 可以提交30个任务 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分析过 那好 我在这边 假设我就提交了10个任务就可以了 对吧 10个任务 这reach start include 0 10 0到9 对不对 就是10个嘛 boxed 第2 for each 然后 这是i 然后呢 他 submit 这里面 他要做的工作 假设就 死活不退出 当然我这么写 肯定是 有点 对我的机器伤害比较大 可能cpu一下 层一下就上去了 就是说 我 其实通过他就是想模拟啊 你去拿一个 db的数据啊 什么样子的 可能就拿不出来 或者说你去 访问一个网络资源 或者说是 你去hub里面 或者是 hadoop的hdfs呢 去查看数据 他就卡住了 其实你查数据到hadoop里面 他其实就是提交了一个照片嘛 但是这个照片呢 是由于这个 他是有堆裂的 啊 他同一时间运行的照片就那么多 如果 假设运行十个 那你提交了第十一个上去 那他轮不到你运行 所以说你就只能等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等的过程是很慢 但是以你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以你的这个期望 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你立即给我返回 对不对 就是说你十秒给我返回 那我 我我这边并行去处理了 并行去处理了这么多任务之后 比如说处理了十个任务之后呢 我就要创行去 创行去处理剩下的任务 对不对 剩下的任务呢 我这边 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干什么 把它sardown sardown 我们用这个sardown 不用sardown now 就是我 我还想让他没有完成的任务继续完成 只是把它空强的显成 对吧 这里面我们提交了十个 那他没有达到这个max的 也就是说他最多开十个 空强的显成是几个 是零个 对不对 先让你的零个 interrupt打断 然后让你的这个十个什么 keep going 就是说继续去执行 keep walk 继续去执行 等你把全部执行结束之后 我才能退出 对吧 sardown 那我这边要期望的一个时间就是 await 比如说 我十二秒吧 好吧 十二秒 五秒吧 要不等到他时间太长了 就是说我这些并行任务啊 我就想让他五秒结束 因为你带 好 来看一下五秒之后 他能不能结束 开始我们的创新化工作 你看我的电脑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废了 可能会影响录屏了 哎呦 结束不了 限制限制结束不了 以后等了五秒 虽然说我这个程序下来了 但是我里面的限制怎么了 结束不了 我赶紧把它停了 这个时候 CPU利用力92% 95% 哎呦 天呐 当然你是去拿网络资源 不可能会这么卡 我这是 没有真实的一个东西去给大家 模拟 所以说我就直接让他wire2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去做的话 你打断不了他 那你用杀当闹也打断不了 那我们就抖着胆子 用杀当闹一下 你也打断不了他 就杀当闹是会把所有的限制 怎么啦 interrupt 对吧 所有限制都会去interrupt 然后再去执行他 那这最多等你五秒 但是你就下面可以去创新化 去处理 但是你这个什么 限制持 一直活着呢 就是你这个限制持一直活着呢 OK 来一下 大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就 不要 不要怎么了 你看他还是停不了 停不了我就赶紧停了吧 要不然一会CPU上来了 好 你看他还是停不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手动停了 你看CPU90多 他没下去 才停了 才停了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是可以 干嘛 自定义 threadfactory 这是个谁 这是个lambda表达 这是个谁 这个lambda表达 是个threadfactory 我们可以干什么 set 是不是一个守护县程啊 就是守护县程 你的主县程是谁 mine嘛 对不对 你的主县程是mine县程 mine县程到这边什么 什么周期结束了 对吧 然后你呢 你也得跟着结束 我最多等你五秒 行就行 不先拉倒 对吧 来 结束了吧 是吧 但是这个里面 你就要去注意啊 就是你的任务 真的是你期望五秒 或是你最多给他十秒 那完成了就完成了 完成不了就完成不了 不让他在那卡着 一直卡着 你程序卡着 就是说大家可能做其他的 就我没有这感觉啊 有时候我做大数据的时候 这种感觉很深刻啊 你从一个集群往另一个集群 去pubrogation一些data 有的时候真的是能pubrogation好几天 真的好吓人 或是你这样子数据的时候也是 时间非常长 我都见过跑过一个月的任务 就一个月都没跑完 这个是各种因素造成的 所以你不想让你的程序那么卡着 那就是要结束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提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 叫什么 Threat Factory 是吧 那我们顺便来说一下 Threat Factory 这节课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那这边人家有个 Default Threat Factory 是吧 然后这边创建 Default Threat Factory 那他关于这个Security的 我们就不关心了 对吧 然后呢 他这边你看 给了一个name space 就是说这个线的名字啊 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他的group是谁 group是s.group 他首先如果s不等于not 他就这个 否则的话就当前的线程 就是我们当前线程是谁 MAR嘛 对不对 MAR的线程组是谁 就是给 就用他的线程组了 然后 他newthread 对不对 new的时候就new了他 他发现 如果你这个thread 是一个后台线程 守护线程 然后他就给你设成什么 设成false 就不让你做守护线程 所以说 就导致他停不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 你的那个优先级啊 不是5 我们这个normal的是5 现在优先级是从0到10的 他就给你设成了5 对吧 这是你如果用人啊 默认的这种方式 就会啊 就会采用这种方式去帮你去做了 好 这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大概就给大家叨叨叨了 说了这么多啊 下节课呢 我们去接着去 1机 for带来的车 和3 颜巢 800分钟 1机 1机 7 1 继续 1机 2机 2机 1机 3机 1机 2机 1机 3机 5